在家里突然听到很响的一声 就是看见路上有东西在着火 然后赶紧就是跑过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有一辆轿车 车头已经开始着火了 我第一时间先打开他的车门 当时车里面也有浓烟 当时有两个经过的路人 他们也在迅速跑过来 然后赶紧车里面仔细扯了一下 我发现副驾驶位有一个人 应该是驾驶员经过猛烈的撞击之后 甩到那个副驾驶位了 当时他那个副驾驶的门是打不开的 拿着灭火器把副驾驶位的玻璃门给砸开了 他直接就是徒手 把剩下的一些碎玻璃直接用手扒开了 当时他手可能受伤了 我看的时候已经满手都是血了 当时那个洞口又太小 抬不出来 然后我赶紧就是钻进车里面 一进去的时候用鼻子呼吸了一下 然后特别呛 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抬出去 因为吸入了很多的那个浓烟嘛 当时就是在外面就呕吐了 救出来大概有个四五分钟嘛 然后那个车基本上整个车都在都在燃烧 然后他的油箱发生了爆燃 大概过了有十几分钟嘛 人慢慢的就是有意识了 最后救护车来了之后 当时他家属又没在这里 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嘛 当时他家属不会那么都快赶到嘛 我现在就是颜负是吧 该看病看病嘛 因为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嘛 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 也没想这么多 就是想着里面有人的话 赶紧把他救出来 退伍军人包括现役的救死负伤 就是我们的使命嘛 而且我相信我如果就是有一天遇到了危险的时候 肯定也会有陌生的路人 也会不过危险的来救我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正能量太多了 我不是有时候让他带来救死负伤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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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